近日,由美西方反华势力和示威会等合谋成立的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开庭听证,妄图证明根本不存在的涉疆种族灭绝问题。 6月1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就涉疆问题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起底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及其证人。 新疆大学教授麦里哈巴奥兰指出,据多家媒体调查发现,所谓的维吾尔特别法庭是由杰弗里尼斯在英国注册的一家名为维吾尔特别法庭的私人公司,根本不是正规的司法机构。 所谓的维吾尔特别法庭根本不是正规的司法机构,仅仅是一家在英国注册的名为维吾尔特别法庭的私人公司。 即便是从民间组织的角度看,这个维吾尔特别法庭也不具备合法组织所应有的章程和托管理事会,甚至连其网站的域名后缀都属于商业机构。 麦里哈巴奥兰表示,所谓的维吾尔特别法庭绝不是得到英国法律承认的组织,更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庭,只是公开盗用法庭之名行造谣污蔑之事。 同时,根据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刑事司法惯例,维吾尔特别法庭这一维法庭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和效力。 因而,该法庭的任何所谓判决、裁定也只能是废纸一张。 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还找来了一些所谓的证人作证,这些证人的亲属、医院医生以及办民警等在发布会上揭称了所谓证人的谎言。 证人早目热达乌提称,他被强制接受绝育手术,被摘出子宫。 他曾经的主治医师、乌鲁木吉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副主任的医师王娟介绍,根本不存在这些事情。 实际上,他在我院生第三个孩子时,在分娩志愿同意书上签字,表示要求破公产,要结扎。 随后,我们根据他的要求,为他做了破公产术,结扎手术,根本不存在摘除子宫的事。 这是他亲笔签字的分娩志愿同意书。 证人弥陆鼓励托爱孙称,他曾经在教育中心遭受虐待,他的弟弟艾克巴·托尔逊也在教育中心被虐待致死。 艾克巴·托尔逊予以驳斥。 我姐姐说,他在教育中心扫手虐待,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去过教育中心,我们圈家人也没有去过教育中心。 一直在过得好好的。 最隔痕的是,他还说,我在教育中心被虐待致死。 听到这个谎言后,我非常生气。 世界上那有这样的姐姐,为了在美国骗钱,骗旅客,竟然拿自己弟弟的生死来早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向指出, 美西方反华势力设立所谓的维吾尔特别法庭开展听证活动, 实质上是妄图坐实新疆实施种族灭绝的罪名, 使他们的谎言谬论合法化。 那么必须指出呢,所谓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是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是美西方反华势力蓄意编造的事迹谎言, 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诬陷案。 徐贵向指出,新疆稳定发展的步伐不可阻挡, 任何搞乱新疆损害中国发展的阴谋都不可能得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